手拿包非常的華麗 黑金色系禮服搭配手拿包 穿在模特兒身上更顯高貴典雅 一出場就有女王般氣勢 留置設計師吳博人量身打造特製服 凸顯國際名牌包特色 讓現場女性朋友為之瘋狂 搶當包包主人 名牌包動輒好幾萬 除了設計感要吸引人 包包的真假自然也是消費者在意的點 有業者引進光學儀器 針對皮革 裁縫和金屬配件等 拍照上傳到各品牌公司 經過260倍放大後 分析大數據 確定包包真偽 接著包包拍 放大260倍 然後傳送到總公司 他們有人工AI演算法 然後有大圖庫 有上千萬張的圖庫 然後結合這些LV 香奈爾 艾瑪士 這些公司去核對包包的真偽度 二手包包也能開力鑑定書 保障消費者權益 另外有店家標榜產品都是九成星 卻能用較低價格買到限量商品 那在我們家你絕對可以拿到 盡全新的商品 而且都是一些限量的款式 像香奈爾的會張款 這個也是不容易拿到的款式 那你可以隨時說 我想要換別的款式 想要換包包的時候 你就可以太久換新 想換不同款式包包 可以走一趟二手精品店 網路上有交易平台 透過第三方認證 確保產品品質和金流 減少買賣糾紛 執民認證的一個機制 再加上一個第三方的一個 代收付的一個金流 通常都是買家收到包以後 確認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才會把款項撥給賣家 已經成立八年的網路交易平台 首次舉辦實體展售會 還刻意選在日治時期的海軍招待所 古樸的歷史建築 凸顯名牌包價值 以拉近和消費者間的距離 記者休士明台北報導